大家好 又到了本月玩什么游戏推荐时间了 经过上个月先驱者和伊甸灵士的洗礼 各位的肝还坚挺吗 哦 还没事是吧 别高兴太早 本月几个精锦涂大壶还会来榨干你的身体 另外 之前在steam周畅销榜两连贯的先驱者 还是值得多说两句 如果能够优化在线体验 修复一下各种bug 凭借本就不错的爽快战斗体验和刷刷刷元素 后续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但目前确实是优缺点都很明显 要不要及时行了就得自己拿主意了 5月的游戏市场终于迎来了一些波澜 除了伴众瞩目的《生化维基8》要发售了 也不乏新颖的独立游戏 剧情档 中田档 福瑞控 亦或是怀旧控看起来都能够得到满足 好了 开篇闲聊就到这里了 老规矩 请听到B声后 激情三连 有人没有激情 有些游戏就如陈年美酒 越放越芬芳 这部光荣特空魔带着 大航海时代四威力加强版HD来了 游戏收录了PC版Porto Estato 和掌机版Rota Nova加入的新内容 并以HD的新面貌登场 遥想大航海4发售已经是1999年的事情了 2000年还发售了威力加强版 本作最初便能任意选择七位角色 组建船队往来于各大洲之间 穿梭于五大洋之上 在被窝里偷偷摸摸抱着PSP打通宵的日子 虽然一去不复返了 但游戏本身还是像当年一样上头 相比较更清晰的情怀 游戏将同时发售限定版 包含历代大航海作品 全乐曲共10张CD 售价14,080日元 折合人民币大概是800多 感觉还是挺想要的 就是怎么感觉这封面有点不像正版 如果觉得限定版太贵 不要紧 还可以选择250块的标准版 反正嘛 情怀就没有便宜的 五月份最令人期待的大作莫古鱼生化危机了 神话危机村庄作为系列的第八部作品 多年后终于重新回忆起了自己恶灵古堡的一名 这代总体来说都很大 广告很大 地图很大 吸血鬼也很大 预告片刚出来 克里斯抢一森孩子这事无人问津 大大大吸血鬼cos倒是热火朝天 言个正传 这一代的恐怖气氛完全承接了七代的感觉 制作人也说过 八可以看作是七的续作 并且七的故事会在八正式完结 系列传统的解谜要素将会加强 而沉浸式的恐怖体验才是最大的卖点 那么什么是沉浸式的恐怖体验 我总结就是 第一任称视角加突然吓你一跳 想必游戏正式发售后 看各种主播玩游戏 比游戏本身更值得期待 系统方面在保持了系列特色的同时 也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把猫犯那一套也搬了进来 不过不得不说确实够大胆 玩家可以猎杀收集食材 然后带给神秘公爵 料理成各种菜品 有的能提升能力炎天异寿 有的吃完原地去世 另外不得不说的是 次世代玩家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PS5和XSX在不开光追的前提下 可以HDR4K60帧运行 开启光追之后也有足足45帧 最后我来问问你们 面对八尺夫人是该往后逃 还是该往前扑呢 串台了啊 提起陆林侠盗 你首先会联想到亡命之徒 还是哪位传奇人物 在这款名为 《陆林侠盗 亡命之徒与传奇》的游戏中 玩家需要扮演的就是 中世纪英格兰的一伙 《陆林好汉》 来进行一场或者N场 八人参与的夺宝游戏 共有四种职业可以选择 猎人 游侠 秘书师 斗士 没错 听起来并不陌生 而且依然是身怀绝技 游戏的大概流程是这么个样子 八个人分为两波 然后在不同的场景地图中 首先找到钥匙 然后找到财宝 拿出钥匙取出财宝之后安全撤离 听起来简单吧 但是俗话说的好啊 就看见贼吃肉了 你可没看见他挨打 如何躲避强力的电脑士兵 以及面对玩家的黑吃黑 是大家都要时时刻刻面临的问题 游戏的想法很新颖 脉相看起来也还不错 场景和气氛的渲染都很到位 只不过这个强调前行 甚至是多人前行的玩法 可能存在一个致命问题 你玩的是刺客信条 队友玩的是怪物猎人 漂亮帅气的外星队友 贴心的机器人下属 男女通吃的魅力主角 对没错 我说的是质量效应 从仙女座到圣哥 升转的表现一直不尽如人意 但是不可否认 质量效应三部曲 是太空割剧类游戏的天花板 这次的传奇版作为三部曲 高清重制版合集 画面提升还是肉眼可见的 并且支持4K分辨率 当然不光是画面 游戏的战斗系统 队员的AI表现 以及载具操控性上 都有所改进 还包含全部DLC 如果之前没玩过 这一次正好一口气补全了 玩过的也可以拿来重温一下 顺便当收藏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来看 游戏并不支持中文 牧场牧羽种田没种够 咱五月还能继续种 由五场牧羽同一家开发商制作的 经典种田加RPG元素游戏 符文工厂时隔七年 终于迎来了续作 符文工厂五 与牧场物语相比 符文工厂不仅是多了RPG冒险元素 玩家在种田之余 就可以去各种迷宫进行冒险 在冒险的过程中 还能收集各种魔物 然后将其驯化 再作为种田助手使用 形成一个完美的浓耕闭环 更为难得的是 可以攻略的对象 那可是相当的多呀 本作还能与四代存档 联动解锁角色和服装 前提是 你还有四代存档的话 遗憾的是 这次五月份的日版没有中文 包含中文的亚洲版 还需要等到九月二日 前有生化危机 后有生化变异 俩游戏名有点像 但风格却戒然不同 生化变异 你可能看着眼熟 毕竟游戏早在2017年就公布了 之后受到了开发规模 疫情影响 最终确定2021年五月发售 这是一款让Furry Kong狂喜的 后起之路风格 开放世界 动作角色扮演游戏 别的游戏都是支持角色外形自定义 这游戏支持角色基因自定义 而且不仅仅是影响外形 还影响各种属性数值 看看自己编译的小动物 运用天赋 展现智慧 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大路上闯荡 不免有一种出为人妇的感觉 总之游戏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值得小期待一下 好了 本期的有声推荐就到这里 别走开 后面的无声推荐环节 同样充满惊喜 咱们下个月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是一段大法要去 当你到Hell 告诉他们Valkyrie向你 欢迎来的优优优独播剧场 欢迎来的优优独播剧场 I'm home, the open country Can't believe we're losing to a bunch of dairy farmers Okay team, they may have won the battle, but not the war Hey, can we redesign our characters? You're not a team if you're not wearing a uniform Match, this is a war zone, not a bloody action show Pass to me Here What? Interview's over? Come on man, one more game If you had gone down the right path, history may have changed We've been kidnapped by some kind of crazy psycho We need to get above ground The name's Yellowfeet Hang on tight, cause you're all going to play a little game of fate for me So, who will be victorious and get back to the surface? There's also a new wig feature Letting you go wild with your Mii creations and make them even more fabulous In the world of Miitopia, relationships are key So, consider spending some quality time with allies to strengthen bonds This can give you an advantage during battle If your relationship's sour though, things might take a turn for the worse gracias I needn't care What is your experience? This is my experience And, as I once said everything better I have Hub's aową, I get a pen What is your relationship with I don't need a prince iz I don't got to you I thank you Umm But I don't need any I don't ne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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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